男人的嘴会扯谎,可能满嘴的油嘴滑舌,但身体却最沉堵。 都说男人是用下半身考虑的动物,男人爱上一个女性,就会想和女性整天粘在一桶,轻轻握握,娇妻相投,更会想得到女性的身体,和女性有最密切的身体触摸。 但是,大多数男人和女性密切触摸的时候都只顾着自己,只会亲吻女性的嘴唇和胸部,却忽略了其他的部位。 对于女性来说,身体上还有三个很重要,很灵敏的地方,被男人给忽视了。 1.头皮 泡沫却看多了你会发现,男人许多爱亲吻其头顶的,稳稳你的发丝,研讨发现, 每平方厘米的头皮上约有一百万个微生物,其间最多的是毛囊枝满。 他们喜爱待在头皮的表皮层之内,齐心协力地,靠吸水皮脂线排泄的枝质为生,终究导致的成果就是掉发,所以,平常要勤洗头,勤梳头。 2.口腔 咱们的口腔中,每平方厘米就有超越一亿个微生物,当然并不是一切的都是坏的微生物,它们极生在牙齿之间和舌头上,在分化食物残渣和唾液的同时,发生难闻的硫化合物。 所以,许多人会有口气,不过,诚心相爱的俩人接吻是最基本的,你觉得呢? 3.脚 脚是女性最宝贝的地方,也是女性最想被男人亲吻的地方,但由于女性与生俱来的羞涩感,让她们从来不会去自动提出来,而许多男人却不会这么做。 一来,她们忧虑这样很丢人,二来觉得有点恶心,这点女性大多都能够了解。 假如一个男人情愿自动去亲吻女性的脚,会让女性深深地感动,更会打心底坚信,这个男人爱他爱得很深很深。 曾经有人说过,男人的爱情如果不专一,那他和任何女人在一起都会感到幸福。 的确,男人对爱情并不满足,他们看到心动的女人,就会忍不住想去撩拨,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,与另一半结婚都希望可以相亲相爱地度过一生。 古时候的三从四得让婚姻没有变数,但是现在的男女平等却让离婚率暴涨。 如果女人太过强势,而你的另一半刚好又是大男子主义,这样的婚姻少不了吵闹。 所以,女人要懂得如何让男人疼自己,激发男人的保护欲。 在两性关系中,女人几乎都渴望被一个男人用心疼爱与呵护。 男人要记住,一个女人之所以愿意和你在一起,是因为她想要获得你更多的爱与温暖。 如果你不懂得用心疼爱与呵护一个女人,那么你注定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。 如果你不想让自己一辈子单身,那么请你学会善待女人。 对女人来说,一个男人之所以愿意心疼你或在乎你,往往是因为你值得她这么对你,她对你是真心相爱。 如果一个男人压根不把你放在眼里和心上,她对你好无爱意或感觉,那么她自然不会用心疼爱与呵护你。 那么,一个真正让男人心疼的女人,往往都有哪些共同特征或特点呢? 一,懂得撒娇和示弱。 俗话说得好,撒娇女人都好命。 换句话说,懂得是到撒娇和示弱的女人,往往更容易让男人心疼不已。 既然你想让一个男人真心疼爱你,那么你在男人面前最好不要表现得太过强势或霸道。 如果一个男人在一段感情中完全没有任何存在感和归属感,他和你在一起觉得格外压抑或憋屈,那么他可能会因此远离你。 想让一个男人时刻把你捧在手里或放在心上,你就要学会适当地依赖他。 你不要处处争强好胜,也不要盲目逞强。 有些事情你完全可以交给男人去做,比如家里水管坏了,你可以找男人帮你修理。 比如你肚子饿了,你可以让男人帮你下厨做饭。 那些真正让男人心疼的女人,就连你平安这样的小事都会向男人求助。 所以,如果你希望男人心疼和怜惜你,那么你就要懂得适当向男人撒娇示弱。 你要让男人觉得你是真的需要他。 如果一个男人觉得你根本就不需要他,你的世界里有他没他都一样, 甚至离开他以后,你反而活得更加洒脱自在。 那么久而久之,男人有可能会因此远离或疏远你,他不会真正心疼你。 示弱是一种人格的智慧,首先它和坦诚和勇气有关。 如果说刚硬是我们的保护色,那么示弱意味着你需要揭开自己的防御。 在一个人面前,坦诚你对他的需要,自我暴露内心的脆弱。 我需要你,你对于我而言很重要。 其次,他和基础自信有关。 会示弱的人,内心是拥有一个与爱相关的内核。 就像我五岁的小侄女,赌气嘴巴理所当然地想要抱抱。 你们所有人都要爱我,而这份赌性的悲哀的感觉, 却让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宠溺他。 最后,他还和关系的链接有关。 当我们在一段关系里有勇气示弱,坦诚,索取时, 那么对方也会感知到自身的价值。 在这段关系的流动中,空间被进一步打开。 两个人一并可进可退,可柔可刚,可索取可给予, 一曲融洽的双人物。 二,对男人足够坦诚,信任就像两个人之间的空气, 他存在的时候,你往往没什么感觉, 而一旦没有他,你就会非常难受。 没有信任的婚姻就没有幸福可言。 信任这件事,损害轻而易举,重建却异常艰难。 好比一棵大树,几斧子下去就能砍倒他, 而要重新栽种,却需要今年累月地浇水施肥,耐心呵护。 即便这样,他能不能长成之前的样子,也实在难说。 当然,如果你们都不想关系崩盘,再难也要努力重建。 如果你想要安定美满的生活,一定要努力建立信任,并全力保护他。 一段感情要想长久地维持下去,离不开双方的相互坦诚。 如果你想让一个男人真正心疼你,那么你首先要做到对男人足够坦诚。 如果你在感情中动不动就对男人撒谎,你总是欺骗男人的感情, 那么时间长了,男人便不会再轻易相信或信任你。 当你们的感情丧失了必要的信任,那么你们的感情将因此举步维艰, 男人也不会真正心疼你。 男人在感情中最无法忍受的就是女人的欺骗与背叛。 所以,如果你想让一个男人大心眼里在乎你和心疼你, 那么请你务必对他保持百分百的真诚和坦荡, 你不要对他撒谎。 即使是善意的谎言,你也要点到为止,适可而止。 谎言一旦说出口,就很难再真正远回来。 而且,说谎容易上瘾,你会不停地对男人撒谎。 女人要记住,不管一个男人有多爱你, 他都无法忍忍你长期欺骗他的感情, 他也不可能因此心疼你。 有个作家曾经说过, 爱情对于男人来说就像身外之物, 但是对于动了情的女人来说, 爱情可能就是他的整个生命了。 男人喜欢小鸟依人的女人没错, 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喜欢女人无时无刻地黏着自己。 如果女人可以做到精神独立与金钱独立, 那也很少男人可以让你伤心了, 因为我们有底气。 同时,把爱情看作是生命,也是不赞成的。 爱情永远只会是你人生的一小部分, 有爱情的人生肯定有甜蜜, 但是没有爱情的人生也可以很精彩。 想让一个男人更加爱你, 完全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, 女人应该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 去征服一个男人, 这点最重要。